请问儿孙自有儿孙福的下一句是什么 这句俗语曾广贤文里有记载 它的出处是元代观汉清写的 包带至三刊蝴蝶梦 提到这一整句话 那很多人只知道上句 却不知道还有个下句 其实下句才是这个俗语的精华部分 传说明朝勋德年间 有个秀才姓罗 他因家境贫寒考场失忆 最后只能远离家人 身处一乡 当了个教书先生 罗秀才有妻有儿 妻子是大家闺秀 他不在的时候 只能妻儿一起来干家务 异乡教书几年 刘秀才休假回家过年 见到自己七岁的儿子 很是满意 就想考考他对对子 然后送他去上学 罗秀才指着天 先出了一个天让他对 儿子平时只懂家务 根本对不出来 母亲在一旁也是干着急 指着地 结果不小心指到了地上的鸡石 儿子心领神会 对出了一个天对鸡石 随后罗秀才又出了几个对子 虽然母亲在一旁暗暗提示 可儿子仍是对不出 罗秀才大怒 对自己蠢笨的儿子终于死心 他既恨自己与客举无缘 又对儿子心灰意冷 最后毅然决然地出家去当了和尚 罗秀才突然离开 对这个家打击很大 后来他的妻子也慢慢想开了 就用浓忙的闲暇时间 悉心教导儿子 又积攒钱财 为儿子请了名师 就在这样的教导下 儿子进步飞快 一举得魁 高中成了状元 为了感激自己的母亲 儿子中了状元后 就为母亲过寿 大败宴席 出家的罗秀才听了非常高兴 急忙赶回家探访 可这开门的人不认识他 就禀报说 有个和尚来画园 罗母让人给他钱 他也不要 他说 我只求见星科状元一面 他见到自己的儿子 就在墙上写了这么一首诗 离别家乡十八球 千千斗米我不收 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孙 做马牛 这俗语的下半句啊 其实是告诫天下父母 儿孙自有他们的福气 智力也是一样 只能因势力倒 却不能强逼或者放人 否则最后 那只能 适得其反呀